接下来要颁发的得奖的就是 鸭客联盟组 曾怀明 李智贤以及燕柳雅 恭喜 获得奖期三万年 恭喜 基隆宇国际基调赛迈入第五年 各界赞助响应热烈 总奖金集赞助商品合计价值已经超过50万元 创历年新高 今年吸引了国内外各路基调好手热情参与 报名秒杀 其中最有知名度的钓友就是沈文成老师 可是今天钓起来 第一个来看我就是五彩班那个酒绕 我就好开心 一年只能来一次 我好像那个候鸟一样 终于又背回来了 我们旁边有看到朋友 他们钓友他们一直在钓的时候都一直羊肝 我就觉得我们基隆的生态保育的做的是非常正常的彻底 举办五届以来 今年首届有国外选手参赛 这三位来自香港的选手 对于基隆的人情味感受深刻 这个真的有 就是你们大会的安排非常非常之好 因为好像我们早上的时候 我们要凌晨三点钟我们就要过来 你们大会都会准备这个早餐 然后午饭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准备这个便当 对都非常非常的贴心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第一次来 就是不太熟悉你们的地方 你们都有这个工作人员陪同我们 一直锁掉 是 锁掉 对 基隆与国际基调赛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那这次也吸引到非常多的好朋友共同参加 那其实报名非常的热门 听说开放登记前20分钟就已经报名而满 那我们这次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奖项 也有很多的赞助商 那其实基隆就是一个充满海洋资源的一个城市 所以各式各样的海洋活动跟赛事活动 我们都会加强的举办 所以这一次国际基调赛我们办得非常热闹 也非常开心 各路的好手都来共襄胜举 那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好的传统继续承接下来 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办得更好更棒 基隆市政府也与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合作 将友善钓鱼观念以及环境教育融入赛事中 举凡小鱼放生 垃圾不落地不落海 以及垂钓回报机制 攀手钓友 共同营造永续环境 友善钓鱼的态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